DNC 2019 ICT PLNA MC第3一题 刚刚有一半考生答对 题目给了个array n 1 2 3 4格 装着n1 1 n2 3 n3 4 n4 7 另外有个agraph 有个seudocode给了考生 问你的output是什么 这个典型是dry run pseudocode的题目 我们就写下那些variables dry run table 有k i 也有n 留意 我们写的k and then i 有没有output的呢 看看题目 这里有个output 有一个output 原来其实最后想找n4 是什么 而上面有个wound loop 图完大餐之后 只需要知道n4是什么 就是这题目的output 好开始了 k是6 不错了 k是6 and then i 是4 之后有个output 就是as long 这个条件是true 你就要do一堆东西了 i现在是4 4大于0 是true的 另外 n i-1 就是4-1 就是3 n3大于k k是6 n3是什么 n3就是5 5大于6 5大于6 是false true and false 是false 原来不用lope 因为它开始已经出了false的情况 所以一跳就跳了下来 就是这句了 ni 入k k的moment 是6 ni i是4 就是n4 入6 所以output n4 就是6 6 就是7 而整个答案 都是6 答案 是c 但有没有那么好处呢 记住 所以我们真的要看看 如果真的考试 我们要再double check 这个条件 是不是真的第一次就已经false 再double check一次 k是6 i是4 所以4大于0 是true 这个没错 n n i是4-1 就是n3 n3是5 5大于k k是6 5大于6 是false true and false 真是false 就是这里没得说 没得拗 真是false false就不用look了 直接做这两句 所以答案真是c